那種樂透的話呢 他會先去買一台直升機 就一般的那種直升機就好了 然後呢他上面啊 要 載著 滿滿的一塊錢 去砸人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莫菁哥 你想過你中樂透之後要幹嘛嗎 如果一個不行中了一個十六億元 喔齁齁 天啊我還真的是 不知道我會怎麼樣 天啊說有一千塊呢 已經爽的壞掉了 還要中十六億 我真的是暫時無法想像 那十六億的出現呢 一定帶來很多的問題啊 我腦子裡好多可以想像的東西啊 那如果真的中了 應該會很多甜蜜蜜的煩惱吧 我們就來看看 根據網友的提供 可能會出現怎樣的煩惱 根據本人專業的調查 隨便中樂透之後呢 會開始疑神疑鬼的 擔心啊有沒有人要搶自己 或者是那張彩卷 會不會不小心跟著褲子 一起被丟到洗衣機裡面 被洗得爛掉 因為呢 那張紙啊 代表 十六億元 能夠守護你的 就是那一張薄薄的紙 外頭爛了 丟了不見了 喔齁齁 那基本上人生就從 彩色變成黑白的了 再來 有人會開始 不敢請假 哇 中樂透了 又不用上班了 但事實 有你想的這麼簡單嗎 新聞台啊很愛公布 是誰中的獎 在台灣哪個地區中獎的 有時候都給他爆出來 我新聞台公布 我家附近的彩卷房中獎 然後隔天又不去上班 直接離職 也會被懷疑的 什麼事 萬一大家知道我中了十六億 我肯定會被獵殺 怕JPG 許多人真的開始可愛天真的假想了 自己中樂透的那一天 有的人會不知道該把這個彩卷放在哪裡 放身上嗎 還放口袋 好像怕掉出來啊 要藏哪裡才好呢 藏皮包 怕皮包整個被看走 然後呢 放包包 放一旁的包包裡面放著 又怕拿其他東西 從手碰得出來 如果不放在身上放家裡 搞不好有時候媽媽進來打掃房間 以為是垃圾就給丟了 因為則是室友進到房間 看到他的彩卷 結果回家時這個室友 已經消失了 搬走了 這些情況呢 沒有想到 都在鄉民的大腦當中 不斷的模擬演練了 消失 所以第一個大家遇到的問題呢 可能就是 這個彩卷 到底要如何的去把它保存起來 這筆看懸疑一定還要燒腦啊 連中個兩百塊都害怕發表不見了 這時候 我想 第一時間我會崩潰在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很多人會開始非常的神經質 哪邊有生涯就會以為 有人來幹你的彩卷了 他根本沒有人知道你是中獎的人了吧 殺頭個屁 不過這感覺就跟 撿到一千塊的時候一樣吧 怕其他人問起這一千塊的事情 就是一種做賊興趣的感覺 嘿嘿 再來當這個第一個問題解決之後呢 可能會開始 腦補更多的事情了 可能會開始思考 有什麼東西是自己買不了的 她的房子 可以 我買得起 最貴的喝茶 可以 我買得起 別問是喝什麼茶 不要問 小孩子不要聽 最大的老婆 可以 我買得起 蛤? 我是說很多那個動漫迷 他們腦中的老婆的周邊商品 通通買得起 買國外連續小島? 可以 賣掉地服私人島嶼 兩百萬美金 就可以買得起了 所以你說你買不買得起呢? 沒問題 只要你有十六億 你什麼都買得了 不過 是說你中了頭之後 會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一些 非常白癡的鄉民 他們的想法吧 有人說 他第一次要做的事情呢 是打主管 打那擊敗老鳥的臉 無論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你的上頭呢 可能都會有個擊敗老闆 或者是老鳥 不做事會費到一堆的 仗著自己做比較久 老屁股 就各種偷懶 做一些的責任 那這時候呢就可以拿錢給他 跟他說 我打你一巴掌給你一萬 我這裡有二十萬 二十一個巴掌 你讓我打 我打完之後呢 你還要跟我說對不起 這樣可以嗎? 通常老鳥都很窮 然後呢還在繳房貸 這個時候呢他一定說 YES 然後呢 你就可以仗著你有錢 很甩他二十巴掌 痛痛快快甩完之後呢 然後就殺手不管 直接離職 離職前呢 還痛痛快快的爽了一波 真的是太舒服了 再來很多人就是開始買房出去玩 這個真是最無聊 最實惠的一件事情了 以前開591 看房子排序都從最便宜的開始看起 但是現在一打開591 直接從最貴的開始看 然後呢只需要看第一頁就好 當你成為有錢人之後呢 你才會認同貴的東西才好用的這個道理 以前你會覺得 貴的東西不一定好 因為太窮了 但是你有16億 房子3千萬 便宜 沒問題 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 你只要好的 拿過來就行啦 其他價錢 不是問題 如果旁邊還比較便宜的 你可能不會看 因為你可能認為便宜沒好物 那一間房子可能漏水是兇宅 我不要 我知道最貴的 再來除去玩也是啊 以前都在那邊排一堆自由行 不用了啦 10月有哪個旅行社 開始套裝行程 最貴 直接給他買一下就對了 是不是去哪裡 不用知道 因為林北有錢 有16億 送 行李不用 直接去當地買 要穿衣服是嗎 去那邊買貨公司購物買就行啦 內褲當地買 衣服當地買 手機當地買 吃的喝的用的穿的 走的 全部當地買 那時候呢還有一艘船 幫你帶一個大包裹回來 什麼東西呢 當地的車啦 告訴你 這樣子的旅遊 才叫真正的爽啊 這才有真正到當地玩 玩到當地的感覺啊 帶一堆台灣的衣服去幹嘛 你根本就是欺騙自己而已 有沒有 到了當地 穿當地的衣服 吃當地的東西 開當地的車 然後通通再把他帶回來 這才有真正的到那邊旅行的意義嘛 再來接下來兩個呢 就比較務實了 有人會把他拿去投資 這個就是聰明人啦 聰明人就會覺得 有一堆的錢呢 就應該要學會投資 用錢去給他管錢 啊這真是聰明的好做法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16億啊 隨隨便便 你們才可以放在銀行裡面 只要給你1%利息 啊不要 0.5%好了 你知道你一年會有多少錢嗎 你一年 會有800萬 一年800萬 兄弟 你能聽到投資兩個字 投就很痛 投就硬邦邦的 我會說 像水泥一樣轉不動 硬邦邦 不要想玩 現在什麼叫投資 直接放在銀行裡面 就叫做投資 我比你那一狗飄人 在股市裡面啊 搞個大風大浪的 賺了一年的錢啊 都還要更多啊 我無腦投資法 隨便我找個0.5%利息的 一年的啊 發進去 800萬 一年 遠遠不覺得奔出來 這才叫做投資 你跟我說 你現在可以投資什麼 一年賺個800萬 太難了 那個利息啊 那個利率啊 投資報酬 你才能夠一年賺800萬 現在不用 應該說未來不用 應該說 在夢裡面不用 找人要 現在把他砸進去就對了 有一句投資的話說得好 本多終勝 什麼本多終勝 本錢多的人一定勝 本多終勝 所以呢 我本金石流已經砸進去 我已經贏了 謝謝 再來也很多人會做的呢 就是拿回家孝順爸媽 對啦 雖然說我前面很秋 就是我中的都很帥 但這時候不可以忘記爸媽啊 一定要買個電梯 到了給他們住啊 被爬到梯了啊 所以呢結合上面的那個 買房子的那個問題 打開之後呢 買在哪個地點先給他選出來 地點選好之後呢 你要什麼格局啊 通常給他挑到最大的 三房 什麼三房 要平民窟 山頂洞人一樣 做什麼鳥山洞 直接30房的開始先看 我未來一間廁所都300坪啊 30坪欸 由爸媽上下樓齁 直接搭直升機好了 這樣才刺激 這樣才夠爽 在家裡面上下樓 搭直升機那一種 哇 太嗨 然後呢在教他們使用那個 我是說食物外送平台 但就是直接在家裡面 請一打庸人 你爸媽是什麼 不要煮 我請他們弄給你 打掃什麼 不用 他們來掃就行了 你媽媽 以後每天出去找朋友玩 台上聊天就好 以後 兒子養你 哇 兩老聽到做夢都會笑 但是呢也只能夠在夢裡笑啦 呵呵呵呵 不會發生 好不好 再來有人更ㄎㄎ 他有一個 種樂透之後的偉大計畫 他的偉大計畫是這樣子的 那種樂透的話呢 他要先去買一台直升機 就一般的那種直升機就好了 然後呢他上面啊 又 載著 滿滿的一塊錢 去砸人 去通頭砸人 然後啊 根據我國小國中培養出來的 數學實驗來看的話呢 如果這個人要去做這樣的偉大計畫的話 嘶嘶 他得花費多少錢 然後他可以砸出多少一塊錢呢 他得出動多少架直升機呢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計算啊 假設他買的是那種救援直升機 這種就好啦 其他太貴了 這種救援用的直升機啊 能夠載的貨物呢 大概是9000磅 如果加上12個人跟救援的設備的話呢 我就當作救援用的直升機 可以載1萬磅好了 1萬磅是4吋500公斤 那一塊錢呢 大概是3.8公克 也就是說如果飛機上只有我一個人 我可以載4545000克 然後把總共可載的數量 除以一塊錢的重量的話呢 得到的大概是 119萬個 一塊錢硬幣 我們就直接給他敬畏好了 一趟直升機 我可以帶著120萬個硬幣去砸人 如果這時候再來一點物理 大家都知道東西只有落體時 有中力速度的加成吧 所以掉下來的話呢 應該會非常具有殺傷的 胡謊胡用 120萬個一塊錢 通頭去砸一個朋友家 或是去砸主管家 欸 拆拆爺爺來囉 撒錢囉 然後這樣子 哇 不曉得 那一個主管 那個以前很厲害的主管 他是會高興 還是會覺得 非常的 What the fuck 我不曉得他會哭 還是會笑 呃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人想被這樣子空投的 那個救援物資 120萬個硬幣 落在你家 對 你家有可能會屋頂 壞掉 或是車子爛掉 然後呢 撿硬幣也會撿到瘋掉 不過啊 當你通通辛苦完畢啊 這個房子修修 車子修修 你可能還是可以得到不少錢 各位想要嗎 想要這種財神爺嗎 如果財神爺都是這樣降名的 你希望發生在你家嗎 呵呵呵 好了 再來啊有人說他想要組建一個籃球隊 他是非常認真的 他說他從小就非常喜歡打籃球 但是呢 他籃球一直打得爛 雖然他希望可以組織一支籃球隊 但他說他不可能讓一個女生 替他生12個這麼多 雖然他會希望一次可以跟12個女人 一起生小孩 然後呢生出一個籃球隊 然後他也覺得時間不可以間隔太久 因為到時候生出來的小孩年紀會有差 他希望他未來籃球隊的孩子們呢 都一樣大 然後他說啊 只要他有16億他就可以圓夢了 他說啊 大家不要覺得他這個人很有問題 他不是為了想運動 所以呢他才要去找這麼多人 然後來一發的 他說 你以為他願意嗎 他不願意 他這輩子呢只想跟他最愛的人在一起 即便他有16億之後呢 他也不會貪圖美色 或是為了什麼想要運動之類的 然後去找16個女人 不是12個女人 他實際上為了完成他 組建一個籃球隊的夢想 他是不得不 所以才出此下車利用這個16億 以上很多想起來都很爽快 想起來都很刺激 不過呢 終究也是一場夢 呵呵呵 你想生一個籃球隊 去夢裡面三哪 我都不知道想不想得起 我們生12個 去夢裡三哪 這種幻想文呢 幻想影片呢 我們只要在這邊拍一拍 想一想發一發 明天繼續進公司 看那個討厭的主管 看那個討厭的老鳥 他的那張雞拜臭臉 然後繼續 上班輩主管罵下班罵主管 好了各位呢 如果你中了樂透 中了16億 你會想幹嘛呢 不要16億好不止啦 隨便啦 一億也好啦 反正你中了 你會想幹嘛呢 歡迎都留個言幻想一下 如果你的內容夠智障的話呢 搞不好我目的會拍第二集 呵呵 好啦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隨便啦 要不要加慧那是一定要的啦 加慧那幹嘛不知道啦 那我們就這邊再見啦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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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